今天晚上的生命之道布道会 我们要思想一个题目 就是耶稣基督复活 耶稣复活了,我们不用害怕 基督教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一个很特别,很独特的地方 它跟很多的信仰不同 当我们说耶稣是生命的主 彼得在五神节的时候讲到说 你们杀了生命的主 那这句话很矛盾 生命的主怎么会被杀呢 三千年前,大卫写诗的时候 他说,你必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会叫你的圣者见死坏 所以可见我们的主虽然会死 但是祂死后会复活 祂的死跟世界上的人的死不同 世界上的人的死是因为自己的罪来死 罪的公价就是死 可是耶稣基督是无罪的 为什么祂要死呢 圣经告诉我们,祂来到世上的目的 就是要死 祂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死 祂是为了许多世上的人所犯的罪而死 所以祂的牺牲是代替性的牺牲 使徒保罗说,一人祭替众人死 众人都免死了 那么从就业的很多经文来看 耶稣的死是暂时的 祂最后一定要再复活 人世间虽然讲复活 人世间的宗教 有没有得到上帝的启示 他们也讲复活 比如说福家的轮回 人死了 到地里面去,到阴间里面去 但是他们还会复活 如果他们行善的话 他们可能再复活成为人 或者成为生出 这是福教的那一个复活的观念 那么埃及的木乃鱼 也是一种复活的观念 人死了很有前世 很有地位 他们希望成为木乃鱼 有一天 希望他们能够复活 所以我们看复活 就是一种盼望 当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 我们就产生焦虑了 几十年前有很多存在主义的学者 他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有把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们对死亡 我们进入了无有 那无有是没有把握的 那我们就产生一种焦虑 没有盼望 不知道死后会复活 就产生焦虑 所以人死后都盼望 有一天要复活 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佛教 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埃及人的木乃伊 可是我告诉你 这些都给人吸甲的盼望 不是真正的盼望 我举两个例子 最近的 最近的世王 最近的这个网站 有讲到 台湾一位法师 这位法师 德高望重 做和尚几十年 他有一个 福雕 他有一个 这个石头 雕成的 福像 这个福像 只是石头而已 这个福像 只是 那个福的头 那个身体找不到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所以他就 想大概 中国大陆 应该是在中国大陆 所以他就写信给 中国大陆的福教协会 那么大陆 台湾来 台湾福教写信来 他们一定 很高兴的 所以很出力的 跟他找 真的 在河北的地方 就找到 这个福的身体 那么这个福的身体 跟他的 那个头的像 是会配合的 所以他说 就是这个 就是这尊 佛身在那里 佛身在河北 但是 那个福的头 是在台北 那么 那么分开了 几十年 哇 这个法师很高兴 他就 马上 写信给他们说 我要把 这个 佛身的头 带到北京去 那么他们 河北的庙域 也快快地 把那个佛身 带到北京去 在北京的飞机场 就进行了一个 迎佛像 迎佛身的 圣会 伴着热热闹腦 他们 常常 等下 迎佛 亚 等下 迎佛神 常常有这种活动 亲爱的朋友 你看 如果 会复活的 如果真的 有复活 这些算什么呢 我们的主 从死里复活 他是有身体 灵魂 就是完整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 在宗教里面的 复活观 其实是一种 虚假的盼望 我在讲到埃及 刚才埃及 我们说 木乃伊 是一种 希望复活的盼望 所以 人死了 怎么办 他们要立功 立德 立严 跟中国人一样 那么要立一个 纪念碑 让千千万万的人 虽然他死了 还记得他 需要这样子做吗 如果真的 有复活的话 根本都不需要 这些东西 不需要立四杯来纪念 我请纪念的同学 我请纪念的同学 杨恒同学 你来 恒阳同学 你来 练一首诗歌 我遇到一个旅人 来自古老的土地 他说 有两条巨大 没有躯干的腿石 矗立在沙漠中 附近的沙里 半尘埋着一个残破的面容 促着额 背着唇 冷酷的命令 遗移 显示着雕像者 熟知这些神情 依然存留 印在没有生命的物体上 那制造者的手 心里感受是这样 坐台上的名文 如此刻着 我的名字是奥兹曼地亚 诸王之王 看看我的工业 大能者 你休想 此外别无所有 旁边那朽坏的伟大残骸 无边而荒凉 寂寞的平沙 伸展向远方 这时候请 志强牧师用英文 朗诵一遍 I met a traveler from an antique land who said Two vast and trunkless lakes of stone stand in the desert Near them on the sand half sunk A shattered visage lies Whose frown and wrinkled lip and sneer of cold command Tell the sculptor Well those passions read Which yet survive Stamped on these lifeless things The hand that mocked them And the heart that fed And on the pedestal These words appear My name is Ossimandius King of kings Look on my words Ye mighty and despair Nothing beside remains Around the decay Of the colossal wreck Bowlers and bear The lone and level Sands stretch far away This poem Is what the pages of English Is which you wrote iams written by English poem 확realic 在沙漠有一个人走着, 看见了一个已经破碎的石碑, 那么这个石碑写什么? 这个石像? 那么那个石碑写什么? 我的名字是奥兹曼迪亚, 奥兹曼迪亚是谁? 奥兹曼迪亚就是跟这个摩西对话的法郎, 那么他很有前世, 你注意在圣经里面, 两个人跟神的力量抵挡, 一位就是奥兹曼迪亚跟摩西, 抵挡摩西, 另外一位就是新耶时候比拉多跟耶稣交锋, 这个人是艾迪的蓝色二师, 他的工业很厉害, 他的工业很大, 那么最后, 他的石碑破碎的, 给人丢在这个荒野里,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这些人都是盼望复活, 他们的权柄是这么的大, 钱财是这么的多, 地位的权势是这么的高, 可是生命是那样的短暂, 因此他们希望复活, 他们希望有人世世代代纪念他们, 但是这首诗歌写力怎么样写呢? 我的名字是奥兹曼迪亚, 猪王之王, 应该是圣经里面说万王之王耶稣, 但是他不敢翻译成万王之王, 他放猪王之王, 因为牧师说应该翻译成王者之王, 看看我的工业, 杀人者, 今天你在哪里? 修想, 你没有盼望,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不论是过去的,不论是现在的, 都给我们看见, 复活对于人类来说, 是一种虚假的盼望, 只有圣经提到复活, 保罗在他的神学思想里面, 他用一章的圣经, 他用五十八节, 来形容耶稣基督的复活, 去描述耶稣复活, 是初熟的果子,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罪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什么意思? 就是说耶稣复活, 信他的人, 你一天一定要复活, 我们在这里看见六页的时候, 如果你在街头巷尾, 在街头看见榴莲的话, 你在街尾也会看见榴莲滩, 照顾榴莲树的, 晚上碰听见一粒榴莲掉下来, 明天早上, 不是一粒啊, 很多粒都掉下来, 耶稣是初熟的果子, 我们呢, 你以前要跟着他一样复活, 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的复活, 是千真万确的, 虽然人的理性来讲, 人的思想来讲, 我们很难相信复活, 我们不知道送多少个人到山上去, 我们不知道在火葬场参加多少个火葬礼, 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 告诉我们他们现在, 他们去什么地方, 他们从哪里回来, 到底复活, 呵护我们的头脑, 呵护我们的理性吗? 如果你看看大自然, 这大自然里面隐藏着那个复活的道理, 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耶稣说, 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对地里死了, 他人就是一粒, 如果死了, 就能够借出许多的子粒来, 当你看见冬天的孤枝, 他仿佛对你说, 你不要笑我现在, 我是一颗孤枝, 叶子前掉了, 但是我告诉你, 春天来到, 我会再复活的, 当你看那个清澈的湖水, 太阳把它晒干, 到天上去, 他复活了, 变成雪, 变成水下来, 所以在大自然里面, 充满了复活的道理, 第二, 我们看见今天, 许多人要推翻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 其实在一百多年前, 就有两个英国人, 他们愿意去找各样的证据, 去考古, 要证明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其中一个是法学家, 叫做Gilbert West, 他是一个法学家, 另外一个是Lock Littleton, 他是历史人, 他们要证明一件事情, 耶稣没有复活, 所以特别是这位历史学家, 他要去找证据, 来证明, 这位在大马色录上看到耶稣, 保罗所看到的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他很勤劳地, 用一年的时间, 到后来他们在会合,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这两个人都成为基督徒, 他们研究, 他们考察, 最后他们不得不相信, 耶稣是真实的复活, 他们降服在耶稣的面前, 信拜耶稣为主, 这是佛生生的见证, 大自然中充满复活的真理, 千万能要毁灭基督复活的真理, 但是都不能够成功, 那第三方面, 我们看见,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三节, 有一句话说, 他说, 所重的是羞耻的, 复活的是荣耀的, 所重的是软弱的, 复活的是强壮的, 所重的是血去的,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我们注意一句就好, 我重的是羞耻, 复活的是荣耀, 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看见, 在自然见里面, 我们就能够用这件事情来配合这些圣经, 我们大家都知道毛虫, 猫虫非常丑肉, 他们有一天, 消失在蛹中, 可是有一天, 他们从蛹里面, 跑出来脱离了那个蛹, 他们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 自由自在, 悲祥在空中, 很丑肉的, 毛虫, 变成很美丽, 很漂亮的蝴蝶, 今天, 当我们埋葬一个人的时候, 福家说, 我们埋葬他的这个臭皮狼, 臭皮带, 这是羞耻丑肉的, 可是有一天, 我们要复活站在神的面前, 那是荣耀的, 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三界的意思, 我们再思想一点, 我们看见, 人造最后啊, 到最后的, 这个世界到最后, 我们看还有, 庇岸, 还有另外一个河岸, 我们在这里,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我们就想到这个哥伦布, 他发现新大陆, 他发现新大陆, 当他到西班牙, 西班牙的西海岸, 是全世界最尾端的地方, 听说亚利山大打仗, 打到那个地方, 他哭了, 因为没有一个地方, 让他可以再政府, 他看那里的这个罗马兵丁, 都鞋, 都穿上一个T恤, 好像你们今天穿T恤, 青年人穿T恤, 有很多的意思在上面, 罗马兵丁在西班牙的西海岸, 也穿一件T恤, 这个T恤写作拉丁文, Nippa Uttara, Nippa Uttara, Nippa Uttara, 什么意思, 这是世界的尽头, 没有地方可以再去了, 世界的尽头, 可是哥伦布, 在一十九二发现新大陆, 那个新大陆是什么地方, 就是今天的美国, 是我们许多人所盼望黄金的国度,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在彼岸, 还有美丽的生命, 在那个河岸, 还有非常漂亮的地方, 不是死后就完了, 我们看见死在复活, 死是一种失败, 可是复活是一种胜利, 事败,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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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李鸿章, 清朝有一个官叫做李鸿章, 他不知道西洋人为什么, 要拜一个失败的人物, 他看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死了, 这是失败, 真的是失败, 从人来看, 可是, 我们看见, 这是暂时的, 暂时, 他失败, 可是, 我们看见, 以后呢, 他胜过金氏的力量, 你知道耶稣死的时候, 他的坟墓, 把石头封住, 不够, 不够, 石头封住不够, 还要加兵, 还要占钢, 所以, 所以我们闽南里有一首圣事说, 同就接兵给钢, 同时加上罗马军队的战钢, 那是多疑的, 那没有用, 他金氏的力量好像胜过了他, 宗教的力量好像胜过了他, 让他死在十字架上, 群众的力量好像胜过了他, 让他死在十字架上, 民众的力量好像胜过他, 自然的全世好像都胜过他, 圣事的力量, 法力的力量都胜过他, 可是感谢主, 三天以后, 他从死里复活, 他胜过宗教的力量, 他胜过法力的力量, 他胜过金氏的力量, 他胜过民众的力量, 他胜过自然全世的力量, 他从死里从坟墓里面走出来, 今天有谁能够胜过罪恶的全世? 当一个人来到礼拜堂被罪所压伤的话, 他的脸是忧愁的, 他的脸是没有平安的, 因为罪人他是被罪的前世所压伤, 这个死亡的前世, 有谁胜过? 我们每个人都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 我们每个人都被罪到罪, 魔鬼的前世, 有谁可以得胜? 但是感谢主, 耶稣基督的复活, 他胜过罪的前世, 他胜过死亡的前世, 他胜过魔鬼的前世, 可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 耶稣在世上仍然工作, 可是都没有一次赶鬼, 圣经说一句话, 耶稣来叫消灭魔鬼的作为, 我们看见他活着在世上四十天, 他能够行神迹, 他能够帮助人, 他能够帮助人, 对人说愿你平安, 他能够让门徒壮胆, 可是我们看见, 没有一次他再赶鬼,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罪的前世死亡, 魔鬼的前世好像一个锁链把人绑住, 耶稣复活, 释放这条锁链, 让人得到真正的自由, 然后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关系? 有一个做妻子的, 她的丈夫死了, 她哭得非常悲伤, 她叫后来牧师来了, 她一直摇牧师, 摇动牧师, 牧师啊,你把他叫醒, 快点把他叫醒, 牧师啊,求你把他叫醒, 这位牧师很有理性, 他知道不可能叫醒, 他不可能说, 啊,我来了,我像耶稣, 他说,我来,我像耶稣, 麻婆人,起来吧! 如果牧师这样子做就很愚蠢,对不对? 如果牧师这样子做就很愚蠢,对不对? 牧师安慰他, 对他说, 这个悲伤, 这个难过, 这个眼泪, 是暂时的, 于一天, 你要在天上再跟他见面, 几十年后, 你还要跟他见面, 你那时候会高兴的, 失忆的,不敢相信, 在那时候, 你会有这种喜怒, 没有任何表现,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一节, 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门徒失忆的,不敢相信, 快乐的,不敢相信, 这位姐妹,如果到天上去, 她看到她的丈夫, 哎呀,死忆的,不敢相信, 高兴的,不敢相信, 当她的丈夫复活, 上帝给她一个荣耀的身体, 她高兴的,不敢相信, 所以今天,我们带着悲伤, 我们带着暂时跟轻有分离的眼泪, 我们透过我们盼望, 我们透过暂时离别眼泪的泪水, 我们看到她的最好品质的身体, 她复活了, 我们真的要向门徒高兴地不敢相信, 这是第一方面跟我们的关系, 这是第一方面跟我们的关系, 第二方面, 我们看,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福音能够宣传到整个世界, 今天最大的公司就是礼拜堂, 到处都有, 礼拜堂到处都有, 福音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就兴开了那个福音的浪潮, 我们用几个字来形容, 我们用几个字来形容, 这福音的浪潮好像波涛汹涌澎澎, 从耶路撒冷开始, 耶稣復活就把福音传到世界地极的地方, 传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感谢主, 我们看这些人, 有勇气, 有信念, 有那种勇敢, 不管你用棍打他, 不管你逼迫他, 恐吓他, 都不能够把他吓跑, 他们还是努力地传福音,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使他们不能够不说, 他们一定要说, 一定要传, 感谢赞美主, 今天晚上, 我们看到一位复活的主, 他真的复活, 而且活在我们的当中, 每一天与我们同行, 每一天与我们同行, 所以我们复活的耶稣, 今天仍然呼召我们, 让我们到祂面前来, 祂仍然接受我们, 祂仍然接受我们, 祂愿意我们, 回改信靠耶稣, 祂愿意我们去信靠耶稣, 把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 敬拜这位最大的神, 敬拜这位最大的主, 我们同行祷告, 在我们祷告闭眼睛的时候, 我们当中有还没信主的人, 如果主的灵感动你, 觉得你们今天所听的, 就是一位复活的主, 耶稣就是复活的主, 我愿意相信, 我愿意接受, 有没有这样的人吗, 有这样的人吗, 还没有信主的, 信主的, 不必再棘手, 还没有信主的, 有谁要信任主的, 你们把手提起, 我们为你们祷告, 有一位,感谢祖愿意,还有吗, 除了一位以外, 一位姐妹以外, 还有第二位吗, 还有第三位吗, 主在呼召你, 我们不要推迟, 我们不要拒绝, 可你没有棘手, 你回去, 你会后悔, 我们今天晚上, 是耶稣拯救的时候, 今天晚上, 是耶稣耶纳的时候, 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同行祷告, 亲爱的天父, 满心感谢赞美你, 你让耶稣基督, 从十里复活, 让我们今天信祂的人, 有一天, 也要从十里复活, 感谢主这个大人, 复活的大人, 不但在耶稣的身上, 今天福音, 也传遍到整个世界, 让许多人有机会, 听见福音, 让许多人有机会, 接受耶稣, 成为他们个人的救助, 天父啊,求你联名, 当中如果还没信主的, 求主继续感动他们, 让他们信靠主, 让他们愿意跟从主, 让我们这些信的人, 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增加, 我们愿意把更多人带到主的面前,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